你 魏琪 魏琪 可不可以想不开吧 你变态啊 你干嘛不穿衣服 你才变态的 你怎么进来的你 我敲门让你不开 以为你寻短剑了 我爬窗户进来的 我在洗澡呢 我没听见铃声 你不能等会儿啊 你快穿衣服 等着 穿衣服好了吗 穿衣服好了吗 你 你就不能等会儿再洗澡吗 你不是要给我上药吗 那我不得先洗澡了 算了算了 这件事千万别说出去 我不要面子打 你也不许说 在哪儿上药啊 楼上 你经常爬别人窗户吗 我又不是小偷 我爬人窗户干嘛 那她住在这儿的时候 你爬过吗 爬过 你别动啊 我给你上着药呢 她住这儿的时候 你爬干嘛 我们家厨房那次漏水 我就想上去看看怎么回事 结果发现小飞晕倒在浴缸里 就是那次她碗被摔 绝食那次 原来是这样 你们的事小飞都跟我说了 真是委屈你了 习惯了 其实 小飞对你还一直挺愧疚的 再加上她那个时候还是小孩子 什么都不懂 你就算怪 也不应该全怪到她头上啊 她倒是把你派来当说客了 什么说客呀 我就是觉得 你们俩的关系 不至于闹成这样 我就是一个外人 也说不上什么 就是希望你别那么讨厌她 她挺可怜的 我真是想不通 这小子到底有什么魅力 搞得你们所有人都向着她 我可不是偏心哦 我就是有什么说什么 好了 我也涂得差不多了 我就先回去了 多陪我待一会儿可以吗 不听话的流海 脑子梦不带我 翻语 却都想你 不泪 这天 风雨下 隐情不离 隐情不离 想你 我渴望的浪漫 原来只是她说的一本 可爱我 怎么样 还疼吗 今天 真是谢谢你了 不用 没想到 你这小子平时柔柔弱弱的 关键时刻还挺面的嘛 猫急了还会挠人呢 你小子现实会开玩笑了是吧 那个 你要跟周氏说的话 说了吗 说了 那她说什么 很高兴 谢谢你 嗯 那恭喜你们 那什么 你早点睡觉吧 我也先回房间 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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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帅 主任找我 哦 我现在就过去 拜拜 我们昨天晚上就睡在这儿的 你以为呢 说着说着你就睡着了 我又不敢动 就这样一夜在沙发上躺了 这小子 我的老腰啊 嗯 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舒服了 你的腿枕着还挺舒服 要不再多借我眨两天吧 想的没你 不跟你说了我去区号了 你等等 我换个衣服送你去 哦 哦 主任这么着急叫我过来什么事啊 可能是学分的事吧 这些天你一直在外面实习 也没怎么回来上课 可是 咱们学校也没什么课了呀 而且学分我查了 就算考不了高分 及格也应该没问题啊 那我就不清楚了 反正已经到了 让主任自己跟你说吧 好 走吧 主任 周氏来了 主任 好久不见 可不是好久没见了吗 应该有半年了吧 我听你们导师说 你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上课 是不是 是 最近公司比较忙 就没怎么来 不过 作业我一次没落下过 周氏啊 学校不反对学生去实习 可是你这课也不能落下呀 那马上就要考试 能及格吗 应该 能吧 不是应该能 是必须要及格 如果你不及格了我跟你说 很有可能就严避了你知道 严避 这么严重 好 好 辉任姐姐 你一个六级都过了的大神 可不能眼睁睁地看我死在四级之下 你要帮我 可是四六级没有什么好交的呀 就随便秘密单词随便一考的过了 只要你能帮我通过四级 你的临手就帮了 你的四季词汇可以到哪儿吧 判断 贼贼姐 只有你能帮我了 我可以帮你 可是我怎么帮你啊 不对 你四季过了吗 我当然就过了 怎么可能 你一个唱音音歌 都要汉语发音的人 怎么可能过四季 就女皇头 我自己有办法 学生姐姐 你就帮帮我吧 你帮我考吧 我错了 你就帮帮我吧 就一次 你去找李明诚呀 让他帮你辅导四季 说不定你们俩还能 亲近亲近关系 对呀 好主意 加油 女四季 对呀 明诚哥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我去年不是给过你一本四季词汇吧 背到哪儿了 什么 背完了 毕气也差不多了 毕气也差不多了 明诚哥 你就别训我了 我知道错了 我也不是不想帮你 但是呢 公司正好给我安排了要去外地出差 今天下午的飞机 去多久啊 大概 半个月吧 这么久 就不能不去吗 这也是公司的安排呀 也不是我说了能算的 你不用太担心了 其实这四季考试啊 最重要的就是词汇量 你现在回去之后啊 就抓紧时间开始背 能多背一点就试一点 对了 四季考试就在你生日的第二天 你现在必须把全部的精力 都放在备考上 这生日计划只能暂时取消了 等我回来再给你补补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加油 四季的话就能靠背了 那你这些专业考试怎么办啊 那你这些专业考试怎么办啊 别看我 虽然我也喜欢去美术馆 可是考试和欣赏是两码事 你这些书真是跟新的一模一样啊 发起来就没看过吧 这也不能怪我呀 这字实在太多了 我一看就犯困 早知道当初上课 我就去听一听了 这画画重点 也比两眼一抹黑抢啊 话说你们班那么多同学 就没有一个能够辅导你的 估计他们都自身难保了 哪有时间管我呀 你们班 班长张帅 不是成绩挺好的吗 你找他呀 对呀 我怎么没有想到他呀 不就是辅导你考试吗 可以呀 我就知道 关键时刻还是你靠得住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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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从哪一科开始复习啊 你说得算 反正我都不会 那好吧 那我回去先做个复习计划 明天开始啊 咱们就开始正式复习 估计啊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 你就得泡在自习室了 我已经做好睡在自习室的打算了 那你公司那边能请得下来假吗 我记得你的工作好像挺重要的呀 实在不行 只能辞职喽 好 你要请半个月的假 是啊 我马上就要结业考试了 还有四级 所以我肯定要把全部经历都放在复习上了 你这么一说 你不说我都忘了你是个学生了 但是你是我的特助哎 你要走的话 那么多工作怎么办啊 我知道这样会耽误工作 但我也没有办法呀 如果这次考试我没考过的话 我肯定要严毙了 所以如果不能请假的话 我就只能辞职了 你辞职跟请假有什么区别啊 都是没有办法工作啊 那如果实在忙不过来 要不然就请阮云学姐回来吧 你还真是会出主意啊 也行了 就别说我不近人情 假 我批给你 但是工作你要跟卫安交接好 谢谢董事长 还有就是 治疗计划可能也要延后了 对不起 没关系 我都等了十年了 也不差这半个月 好好安心考试吧 是 谢谢董事长 那这些就是复习计划 你要抓紧背了它 这么多呢 怎么背啊 这还只是一颗的呢 时间有限 所以昨天晚上我只做了这些 那您吓我吧 我还有这么多四级词汇要背 怎么背得完呀 你发愁也没有用啊 现在咱们只能临阵磨枪了 多背一点试一点吧 好了好了 赶紧开始吧 那么多四级的速度 还是这些人 咱们再试一遍 我再试一遍 你 在我们的身上 这些人 早就别理想了 你 在我这边 还不得了 那么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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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助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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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